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个新闻还是 王力宏的前妻又发了一个微博 这个实在是 很多 很多这个 有的没有的 但我还是先从我们政坛的 这个焦点开始来 关心 那天佣朋友可以发现在 公投之后啊 蔡总统跟民进党的动作非常的多 而且动作非常的大 那就是因为四个公投都赢了 这个底气组了 就开始这个 假鬼假怪 这个 没关系啦 就看看民进党的这个 骨咖手出来 是什么样的德性 你也可以回想三年前啊 2018年九合一大选 韩国瑜迎高雄市长 然后民进党15个县市 输得嘿嘿嘿的时候 那个时候蔡总统是什么嘴脸 那个时候的嘴脸 跟现在的嘴脸是当时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是选票的力量 那公投的结果 民进党四个都赢 他当然觉得说 有民意的加持啊 有民意的背书 其实他做的一切事情 跟公投也没什么太大关联 他就是这个打铁趁热 这个乘胜追击啊 譬如说日本的河石 这个跟公投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譬如说大新族的合并 这个跟公投也没关系 但是我就是要推啊 他就借由公投的力量 公投的这个表决的这个力量 他认为他赢了 那他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这当然对很多人觉得 诶 譬如说大新族的合并 或者说中央政府总预算 禁付恶毒 那各种的批评啊 各种的质疑 但我觉得 你蔡总统这样的执政 我不会太意外 因为他是完全执政 他是可以说是民进党 最有权力的总统 特别像阿扁总统 那八年都是嘲笑也大 也就是说在野党 在立法院都是过半的 所以阿扁总统那八年 其实就国会来讲 就是行政权跟立法权来讲 阿扁总统非常辛苦 那所以那几年特别的乱 那蔡总统他是完全执政 特别民进党各派系都投降了 都臣服于在蔡总统的这个 所以你看这一天 呃 撤迁柯建民提案的人 像陈廷飞啦 王定宇啦 蔡世应啦 每个都被摸头 谁敢忤逆蔡总统 没有人敢啊 谁敢啊 不是每个都投降了吗 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 六都征召的时候 不是有个民进党的中常委吗 名字就不讲了 因为不重要 我讲的你也不认识啊 这种人的名字讲出来 你一定得去Google啦 大部分的都不认识啊 因为他是一个派系的这个 插旗的人 郑国会安排在中常会的人 其实他根本也不有名啊 在政台没什么 讲出来你非Google不可 我就不讲了 大骂 痛骂一顿 指着和尚骂突吕啊 把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 痛骂一顿 那大家知道 民进党的重大决策 都不是秘书长决定的 那你骂秘书长干嘛呢 好他把民进党秘书长骂的 这个狗血淋头 那其实这个指伤骂怀 他骂的是蔡总统 蔡主席啊 可是后来民进党开全代会呢 这个民进党开炮的中常委呢 他马上就妥协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 你说那些民进党的立委妥协 也都在老纳的这个盘算之内 没什么意外的啦 民进党是没有人敢反 蔡总没有人敢 我谅你也不敢 但是呢 刚还跟大千委员啊 孙大千啊 在这个 在聊天 我跟你讲 在国民党啊 敢骂马英九人 那可多啦 但是民进党是没有人敢骂蔡英文的 这个就是差别了 好 那因为蔡总统 他是完全执政大兴族 所谓的族族病啊 是不是成定局 那今天苏贞昌有讲话 苏贞昌说蔡总统迫不及待 我判立法院支持 其实苏贞昌讲的话也是僭越的 你是蔡总统的属下 你怎么可以讲总统迫不及待呢 这话也轮不到你讲啊 但是因为苏贞昌他本来就不服蔡英文啊 他是在蔡英文的这个盈威之下 捞这个行政院长来做的 我简单跟大家考古 2016年啊 蔡总统当选 自由时报周景文呢 发那个头版头的独家 就我老是记得这种事情 实在是很痛苦了 那时候呢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独家是说 吕副总统要去巴拉玛 苏贞昌要去新加坡 怪怪 外派 外派啊 谢阳婷要去日本嘛 谢阳婷还真的去日本 吕秀莲到巴拉玛 然后谢阳 那个苏贞昌到新加坡这样 那后来这当然就是假新闻嘛 根本也没 结果本来去新加坡的是那个 酒后驾车的江春男 司马文武啊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的 后来呢 就这个新闻就破灭了嘛 然后后来呢 蔡总统就礼遇啊 礼聘这个旅副总统 苏贞昌 游锡婚 说哎 这西洋庭到日本嘛 对不对 那你们三位呢 旅游书谢的四大天王嘛 你们三位啊 这个当我的总统府执政这样子 你们是四大天王嘛 一个去日本的 剩下三个啊 那三个都来当我总统府的执政啊 这样可以吗 三个都说不要 你去查2016的新闻 看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三个都说谢谢 一直到今天 吕秀典说我不要就是不要 我都当过副总统的人 我看千看万 看到你这个阮山的你也好了 不要 吕副总统 我不用任何的抽拥 我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啊 我都当过副总统八年的人 我管你 你总统府执政筛牙缝吗 吕副总统拒绝摸头啊 可是我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 游锡婚呢 立法院长啊 穷穷穷呢 行政院长啊 啊当初不是叫你们当总统府执政 你为什么不要 就是价格不对嘛 价格不对我就不卖了啊 价格对了我就 就这样子 啊我的价码我都讲过了 我的价码就是公司董事长 好你让我当公司董事长 我立刻加入民进党 笑全马之劳 其实哦 这个听到没有 在野党的监督是无效的啦 我认为说什么 在立法院要什么 打打闹闹啦 要干嘛干嘛的 这个我是比较 我不是很赞成 因为其实 完全执政的意思是什么 完全执政意思是完全负责吗 那蔡总统他既然完全执政 本来 本来就是他决定啊 他忽然间觉得大新族应该合并 那也是他的事情啊 然后自由时报一直在敲遍鼓说 日本的核灾食品要进来 那就进来啊 我请问大家 如果2020总统大选前 蔡总统说如果我当选 如果我连任 我马上开放莱猪 你会投给他吗 他不会这样讲啊 不是吗 四大公投前蔡总统如果跟你讲说 我四大公投如果我都赢 我就要推新竹的合并 我就要开放日本的核实 他会这样讲 他也不会这样讲啊 他没有必要这样告诉你啊 他先骗嘛 对不对 对不起 我票骗到手之后 我高票连任之后 他2020的1月11 他连任了 他2020的8月20 应该8月多吧 他就是开放 要这个莱猪的这个进口 美国的莱猪啊 1月1月连任嘛 8月他就开放 他就说要开放了 不是这样子吗 好 所以这个 听到没有 因为我认为 譬如说大新竹也好 或者这个进富二赌也好 或者这个 核实也好 民进党要疯狂 民进党要恶搞 民进党要民主独裁 咱们千万不要拦着他 为什么 你要笑 让你去笑啊 不是这样子吗 你要合并 我同意啊 台湾 九都 九都啊 不是七都 七都不够看啊 九都啦 九都啊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你你 民进党你要恶搞 你要把国家搞乱 你要为了林志坚量身定做 因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都不去谈大新竹 因为那个想也知道是错的 如同陈水边讲的 那想也知道那怎么可能 蔡总统你阴阳这么干 你就让他去做嘛 听到没有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不要拦着他 你也拦不住他 你根本就不要管他 你就让他去做吧 我们就等到2024有选票的时候 把这个民进党把这些立委通通拉下来 如果拉不下来就2028再说 我也不知道2024能不能成功 如果2024失败那就2028 那不然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民主制度啊 不是这样子吗 我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的话 如果有一天 搞不好马英九是最后一个国民党总统 也不一定了 如果还有机会 国民党还能够再完全执政一次的话 一定要把课纲改回来 马英九的错你不能再犯了 你再不把课纲改回来 你以后永远不用选了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我没有要叫你 你就把课纲 民进党这些所谓的年轻人 所谓的天然度 他也不是什么天然度 他就念了错的课纲 马英九那八年没把他改回来 马英九就是千古罪人了 我不晓得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我不晓得 如果改不回来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但是民进党一定跟你闹 他那些独派啦 什么本土社团 他一定不会让你改的 所以现在民进党要阿拔 你就让他阿拔 你就让他完全执政 等到哪一天 如果有机会 国民党完全执政的话 你把课纲改为 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课纲 这样可以吗 还要问民进党同意吗 这不是很奇怪吗 来 022363995 控制2323 大陆朋友可以打8862 2363995 欢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好那王世坚啊 坚哥他讲过 谁胜选 谁带领国家往前走 我非常欣赏 这个坚哥的风度 如果每个民进党都像王世坚 这样子我就很有信心了 你现在 蔡英文完全执政嘛 你要干嘛就干嘛 我们在旁边看就好了 但是改天如果有一天 是国民党完全执政的时候 那也请民进党在旁边看 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我完全执政 我马英九当总统兼党主席 我完全执政 我还听民进党的 那你完全执政干嘛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那种错误的观念 谁执政 谁负责 谁带领国家往前走 四年之后 你可以把它拉下来 或四年之后他再执政 好不好 怎么会是 我执政听你的 你执政还是听你的 国民党执政听民进党的 民进党执政听民进党的 那国民党就解散就好了 对不对 国民党执政听民进党的 民进党执政听民进党的 那通通通通通通听民进党就好了 那选国民党干什么呢 不是很奇怪吗 来来来 哈啰你好 喂哈啰你好 您住哪 住哪个贵心 你好 我是台北的阿凯 阿凯你好 第一通就打中了 那我换下一位好了 你有打过吗 去年还是上半年 上半年打过 上半年我们谈什么 哇 有点忘记也太忙了 你要讲什么 我是0比4 然后 觉得心比有点感酷 不会啊 我觉得你前面讲的 我都想挂你电话的 你第一通就打进来 那后面打不进来 都是该叉叉就对了 你一通就打进来 其他打不进来的 都是机器人 我 我那一天还特别请假去投票 嘿 本来要上班的 嘿 这是0比4很可惜 嘿 没关系 有300多万人跟你一样啊 嘿 是啊 就是要加油啦 不要气馁 加油有用吗 总是要有点盼望嘛 哀莫大于心死 嘿 嘿 是 你要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个阿凯 嘿 没有谢谢辉文哥 加油辉文哥 再见再 不要再叫我加油了 我没有要选举 你叫我加油干嘛 我没有选举啊 一直叫我加油 啊 来来来 你好 喂 你好 主持人好 辉文好 您住哪个姓 你好 我台北 哎 要打你的电话超难打 台北谁啊 小姐 我记得杨 杨小姐 对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打 我跟你讲 这一次为什么 他们公投会输得这么厉害 嗯 第一点 他们都叫那个老人家说 你要不要吃莱猪 你就要盖不同意 很多老人家都去盖不同意 盖好以后 他才讲说 他们都叫我盖不同意啊 说不吃莱猪 你要盖不同意啊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要输到这样 我跟你讲 国民党也是佛该啦 嗯 你知道吗 嗯 你自己 你干脆你就 弄不同意就好嘛 哦 你弄那个同意 不同意 那老人家不知道啊 嗯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输到这样子 怪国民党自己没有那个啦 太软趴趴啦 嗯 不是说我说他的啦 真的啦 杨姐你也去投票吗 有啊 嘿 我当然有去投啊 你是林鄙事哦 我投同意啊 你投同意啊 对啊 我当然投国民党这一边啊 我 自从我投票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投过民进党 我从来不会去投 我愿意丢掉我也不会去投民进党 所以我说你是林鄙事没有错吗 你要说有错没有错要怎样讲 不是啊 你说你四个都投同意啊 对啊 嘿 我四个都投同意啊 那不是零比四吗 我没有说不同意啊 因为我 因为我不同意他们什么核四不盖啦 什么莱猪什么东西都可以啦 什么东西啊 我不喜欢啊 所以我该投国民党这一边啊 嘿 然后你四个都支持国民党的那个投那一边 然后你又骂国民党这样 对啊 我不是骂国民党 我感觉他自己弄得不好 嘿 你知道吗 嘿 你你 你干脆那个时候你就说 你不吃莱猪你就该不同意 对不对 他们不是现在你不同意被民进党他们拿走 他们一直去去说服那个老人家 你不同意 你就要该不同意 杨姐 谢谢这刚讲过了 谢谢你 你讲是那个公投主文的协法 好 就是反莱猪 你是反对莱猪进口 那你就同意 不同意 那民进党是用奥博 民进党是那一片说 哎 如果你反对莱猪进口就不用去投 嘿 各种的奥博都 如果你反对莱猪进口就不用去投 好 这是这种骗票的方法 好 所以杨姐 你是零比士的 你讲一大堆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 你都自投国民党那一边 但是你对国民党 了解我可以感觉一下 你是这个恨铁不成钢 好不好 我可以这个这个 感觉到你的愤怒了 好来谢谢你 哈啰你好 哈啰 光维 黑慧哥你好 你好 我新北定十本 定十本 好你好 很久没打了 嘿来定十本 你有去投票吗 哎呦 结果呢 2比2 你2比2 你2比2 对啊 来来来解释一下 哪个2 就是莱猪跟那个 藻礁 莱猪跟藻礁 这个是你你是反对莱猪跟挺藻礁的就对了 啊不是我是同意莱猪敬后 跟同意就是就是新建倒礁的 怎么样新建那个三阶的 所以你是反对公投榜大选跟 合适 应该是反过来讲应该说我支持公投榜大选跟支持 就是我刚才讲反了应该说我是公投榜大选跟核四我是同意 然后莱猪跟藻礁我是不同意这样子 莱猪跟藻礁你是不同意 嘿对 所以你认为莱猪进口你是OK的 呃我觉得这个不管今天是民进党以后国民党因为我觉得这是 迟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嘿 对啊就像以前民进党执政他也不同意 现在他他执政他同意 嗯 那我觉得就就让这个东西 定案了就大家都不要再吵了 嗯 那吃不吃还是决定在自己吧 你怎么决定 他他会有标示进口的国家吗 是啊 那他标示是国家不标示不是有没有来记啊 啊对啊那我可以说 如果真的会怕的人那我就标选美国的猪肉吗 啊他他标示一定都是真的吗 呃这就看个人吧 看个人定时本我们台湾号称有三分之二的茶是越南茶 你知道你你能喝得到我我我我我怀疑我可能喝很多 哦哦我茶都跟认识的人买的自己在种的 啊 跟你说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另外两个你是所以你的投票结果是2比2就对了 你应该是比较少数吧 我看要嘛就4比0要嘛就0比4 其实我没有偏南偏日啊我是自己去决定的 啊所以这样子2比2的结果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对视啊 啊其实两个人都把它搞成是政党最久 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哦最后就变成 投同意的就是挺国民党啊投不同意的挺民进党这样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公投本来就是人民副决的创制副决的一个表现嘛 那你不应该在那应该应该是让人民自己去决定 诶那个定时本如果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侯友宜那个签字文你应该是认同的咯 我是非常认同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 可是侯友宜被骂的半死啊 这是台湾现在的工具啊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两大党嘛 一个会选举不会执政 一个稍微会执政但是不会选举 稍微会执政不会选举你是国民党吗 啊对啊就比较起啊 我说没有比较没有长海嘛 那比较起来就像这样子 可是很会选举不会 不会执政嘛 一个是非常不会选举 稍微会执政一点点 定时本我最后问一个比较不好回答的问题 你如果不想回答没关系好不好 没关系 你2020总统投谁 我没有投欸 好再见 拜拜 没有投的遗憾 我们有20几%的人没有投 来02363995来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贵心你好 我是台南的黄团圆 黄团圆你好你好 欸就黄团圆你是男的啊 是啊 为什么就觉得你是女的 我是男生 可是你取名叫黄团圆啊 是啊 团团跟圆圆啊 这个是你本名吗 没有啊不是啦 你不要吓我 哈哈哈 来来来黄团圆你几比几 而臨比4 凌比4 凌比4 lukko LIU��KOKO被KO啦 你不是 kol pain ki no 来讲讲感想 因为我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好 对啊我觉得未来真的还蛮让人担忧的 嗯 對啊 因為像我們在台南這邊 其實真的是綠的可怕 對齁 你在台南 你在台南你還敢call in喔 沒有關係 好 你說 你說的可怕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們好像不管 不管新聞講什麼啦 反正就是支持到底就對了 不會在乎內容是什麼 可是黃團員這樣健康嗎 你說高雄跟台南 綠到這個地步這樣會健康嗎 當然是不健康啊 可是蔡總統把你們當西瓜 他就說你們台南的得票率要最高 高雄的得票數要最高 你們吃虧虧 這也是只能說人民的選擇吧 就看要到底要壞到什麼時候 人民才能覺醒吧 可是黃團員你有兩個小朋友 你的兩個小朋友 如果在台南土生土長這樣的話 以後他搞不好耳濡目染 以後搞不好想法跟你不一樣呢 就自己的小孩自己教啊 那咧 不然怎麼辦 可是在那種環境 我不知道怎麼說 台南跟高雄 就等大家加油囉 好 謝謝黃團員 拜拜 感謝 為什麼台南 像那天那個王浩宇啊 他在鄉民大會講說什麼 三民的三民區啊 高雄三民區的市場 他說國民黨 拉票的人 敗票的人 就是公投錢啊 他在那邊看嘛 他說國民黨人都不太敢走進去市場 敢有這麼恐怖 來來來來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小白 小白你住哪 台北 小白來請講來 幾比幾 原本是要去投 三比一後來 沒去投 哈哈 三比一是什麼 沒有就三個 反對一個贊成啊 三個反對一個贊成 嘿 所以你最後 所以你本來是三比一 然後你後來根本沒去投就對了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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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嘿 長輩一直灌輸叫我投四個不同意啊 然後我想算了都不要投了 可是你本來要投的是什麼 三個不同意一個同意啊 我只有一個 就跟剛剛那個萊豬 我覺得萊豬是長不 長不了東西就 就那個啊 嘿小白我被你弄混了 你說萊豬怎麼樣 你萊豬本來想投什麼 沒有萊豬就是 投反對啊 投不同意 對 嘿 你認為 長不了 從國民黨到現在也長不了 對啊有萊豬就有萊豬啊 嘿 對啊 所以你是所謂的三比一 所以所以 那你最後沒有 那長輩叫你投 投 四比零啊 那只差一個有什麼關係 沒有 他叫我投四個都差欸 四個都差沒有錯啊 對啊 啊我只投一個 我原本只想投一個差 三個 三個同意啊 對啊 哦 所以你是一比三啦 再來一比三 嘿 嘿 嘿 我也叫你們 衝到都灰了 我發抖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後來不去投是因為長輩叫你投 四比零你就不高興你就不投 對啊 你應該去罵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這樣吧 不是啊 他只是叫你投 他也不能逼著你去投什麼啊 他會跟我去啊 他也不能看你投什麼 是沒錯啊 但是 呃 堪拖啊 秘密投票 就搞半天 那我問你 那你的長輩有沒有去投 我長輩都去投啊 我爸媽都去投啊 哦 所以你爸媽是綠的就對了 可以這樣講嗎 對啊 啊我是屬於中間啊 好啊 那我那個敏感的問題 也問你一下好不好 小白 你2020投誰 綠的哈哈 這有什麼好笑的 投綠的 投綠的有800多萬人 這有什麼好笑的 哦 你要補充嗎還是 沒有等一下被你罵 哈哈 那我要罵800多萬人 我多累啊 這沒有什麼 這什麼好罵的 你投綠的有什麼關係 哦 我問一下而已啦 沒有沒有惡意的 好不好 謝謝小白 謝謝你說你你爸媽是綠的 然後你比較中間 我問你2020投誰 你說投綠的 沒有什麼關係啊 小白我沒有那麼那個啦 我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藍啊 你以為你投蔡英文就把你痛罵一頓 我 我看起來 你不要學那個 Melody L 我們新疆的那個 那個大陸的網友 大陸的聽眾 他說 霍仁哥 我看你的節目 就之前啊 之前 他講的很自然啊 那段我可能要 那個想辦法把它剪出來播給大家聽 霍仁哥我之前看你的節目 那時候我們不是接很多大陸朋友的那個 那個WeChat的那個 call in嗎 Melody L他說 昏仁哥我發現喔 你情緒不太穩定 就當著幾百個人的直播說 我情緒不太穩定 你好你好 哈囉你好 你好 您住哪個貴姓你好 住台中姓劉 劉先生 來幾比幾 0比4 恭喜 來什麼感想來 我是覺得喔 那個公投綁大選沒過的話 以後公投不太可能過了 對 投票率都會很低 對 我是覺得假如說要能夠 充分展現人民復決的話 應該要考慮 加上投票的時間 然後用網路的投票 網路投票 好好好 又自然的訊證或什麼的 現在我們都可以網路 契約打疫苗了嗎 我想那個認證應該 不是很難的事情 劉先生 你的手機訊號怎麼那麼差 你是哪一家通信業者的 你的手機訊號那家賣了 我在車上講的 所以聲音比較小 車上啊 你在坐車啊 開車用免持聽懂講的 那你不是 這我們開車就不能講手機 你是你 你不是承認你違規嗎 你嘛好了 那個劉先生 我們用免持聽筒 跟藍牙耳機的訊號都很不好 謝謝你 專心開車了 再見再見 你開車又卡手機 你不是告訴大家你在違規嗎 你怎麼這麼可愛 來你好 喂 你好你好 你好 是您住哪閨西你好 班橋小林 小林 還有三十秒來 你請說來 好我是一個 一個 一個不同意 三個同意 一個 不同意三個同意 對 我是 反對那個 我反對核四 對 然後三個 其他都同意 所以你是被1比3 對1比3 好小林 謝謝你的捧場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謝謝 拜拜 來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2點晚餐 我是陳文文 聽聽聽聽聽聽 因為這一段有幾件事情 要跟大家報告 所以call in我就先不接了 明天的6點22分 晚上的6點22分 我們在第二趴的時候 一樣會開放call in給大家 線上的朋友不要再看 不要接了 你後面給我練一下 對有些事情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因為剛剛在這個中視啊 那個孫大謙孫委員 他帶了韓國瑜的新書 那他不是一個新書發表會嗎 那大謙兄弟我帶來 我就跟他借來看一下 翻了一下這樣子 這本書的這個 還蠻厚一本 這個製作的很精美 不過圖片很多文字不多 這我們給大家看那個全螢幕 他上面寫什麼呢 韓流說拜拜敲門說聲嗨 這是他的標題 韓流說拜拜敲門說聲嗨 那這種標題在我們一般的文稿裡面 當然是不及格的 但是這個就是韓國語的一個標題 韓流說拜拜敲門說聲嗨 也就是呼應他那個韓先生來敲門的整個的那個 這個這個概念 這個image的這個延續 那這個跟大謙兄借來翻的那個 他裡面都是他之前在YouTube裡面你看過的每一個故事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一魚多吃的手法 就是說他去拍 譬如說他去拍小林村的故事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攝影機在拍 他有相機在拍 同步在拍 然後他各種的取景 他的這個取材 他先剪成YouTube的影片在網路上播 那播了之後他再把每一個他的跟這些 這個平民百姓的故事把它集結成冊 就成了這麼一本書 所以我說他裡面的圖片很多 但是文字非常的少 我這樣大概翻了一下 這個裡面都是講故事 就是有點像是影像書的概念 那如果你看過之前他在YouTube的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場景跟很多人物是你熟悉的 他之前都介紹過的 那這個標題說跟韓劉說拜拜 那裡面呢這個 也提到 包括他今天也接受王淺秋的專訪 就以前高雄的新聞局長 就是他以前在四星大學的學生 王淺秋是韓國瑜的學生 當年韓國瑜在四星兼課的時候 有教過王淺秋 那在這個王淺秋上面 韓國瑜也提到所謂的選台北選桃園等等 韓國瑜都說這是無稽之談 那基本上我的解讀是 基本上韓市長他應該就是 推出政壇了啦 因為2022他沒有要選嘛 就是台北啊桃園的之前都點名過的沒有要選 那2024那是更不可能的 更不可能 那如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也覺得我給韓市長滿滿的祝福啊 不選也好 我當初在我的YT直播裡面 我一直希望韓市長去選台北 那有很多綜合的考量 那我希望能夠去平反當年他在高雄 被栽贓抹黑的那種過往 我認為當年的高雄市政府團隊 是非常有戰鬥力 然後全國甚至是全球華人 矚目的這個焦點 當年的高雄市政府團隊 那當然 當年很多的不同的時空背景的因素 那現在這些 也都不存在的 那韓市長也都說 跟韓流說拜拜的 當然這個也是他 我配分的就是他沒有把 韓粉 把這個韓流 當做他的這個 情緒的勒索 甚至他的提款機 他沒有這麼做 然後他選擇公益的這條路 這條是不好走的路 而且吃力不討好 我也覺得 我講實在話 我也不要講 我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去做那些事情 我講心裡話是這樣子 為什麼去做公益 社會上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不是你的責任 需要幫助的人 你應該去找蔡總統 他是總統 韓國瑜不是 蔡總統不是選什麼都贏嗎 選什麼都能夠高票連任嗎 應該是你負責 你完全執政 你不負責 你當總統幹嘛 所以我不是很贊成 韓國瑜做所謂的公益 那他選擇要做我也攔不住他 那 所謂的無極之談 他沒有要選 我剛剛講嘛 2022的 這個台北跟這個桃園 你沒有選 就讓其他人去選 這個也是他的這個 決定 我們都尊重 他今天在王淺秋的專訪裡面 他說他做了 這個政治的雲霄飛車做了三年 就是2018到這個他被罷免這樣的 181920這三年 他做了三年的政治的雲霄飛車 其實韓市長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做的這趟雲霄飛車 那這個雲霄飛車到了終點站 就是已經到了這個 其實是結束了 結束我覺得也好 我坦白講覺得也好 我剛講嘛 我本來的想法是說 他去拼台北市長 然後這一次把他做好做滿 好去實際證明說 他是可以做好這個工作的 有時候我說 當年的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那樣的一個活力 好 那現在沒看到了 我講句實在話 你說現在的台北新北桃園 台中台南高雄 這六個六獨六個直轄市 有六個執政團隊 黃偉哲 陳其邁 鄭文燦 盧秀燕 侯友宜 跟柯文哲 他們都沒有當年韓國瑜在高雄的那個feel 沒有 那個feel是不一樣的 那個feel已經沒有了 那我本來期待說 這個柯文哲不能再連任了 柯文哲做的這麼差 韓國瑜上來選 隨便做得比柯文哲好 柯文哲不知道在幹什麼 柯文哲就是有些特定的媒體 還有特定的媒體人要幫他 不然的話他早就叉叉 但是我也 你看我這幾天我都不太談他 因為不重要 就隨便談談 柯文哲就管他的 但是我本來的期待是說 我認為韓國瑜有一個 你說責任也好 一個態度也好 就這麼多的韓粉支持他 我認為韓國瑜有一個天 天職去告訴支持他的人 曾經支持他的人 就說你們當初支持我是對的 然後我是可以把直轄市長的工作做好的 只是當年的種種的原因綜合起來 我沒有辦法繼續留在高雄 我必須去拼總統 然後被蔡英文被民進黨這樣子 特別1450跟綠媒這樣子 人格毀滅了這樣的一個羞辱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不是很 但沒關係 那個都過去了 韓市長做決定我們當然就尊重 那他就是往光益的方向走 2022跟2024不參選 那你就直接宣布說你退出政壇就好了 那當然現在的韓流 現在的韓粉當然沒有辦法跟2018 2019比 那當然是此一時彼一時 這個政治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都是 但是這個都沒有什麼好那個 就如同韓市長講的這個三年的政治雲霄飛車 以中華民國這些年來的這個選舉 總總能夠有這樣子幾十萬人 一個造勢活動這樣子的 也只有韓國瑜 即便是當年的小馬哥 即便是當年的這個 扁友會 或是之前的阿輝伯 都沒有包括現在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是一個很沒有群眾魅力的 你看他那個站台講 那那倒是不懂的 好嗎好嗎 他完全不會演講 人家會贏 你聽蔡英文在站台講那些都是XX 然後 韓國瑜的場子是熱的不得了 大家熱血沸騰可是你輸了 好但我要強調是那個 三年的政治雲霄飛車有很多人 好絕對不是幾幾十萬 絕對是幾百萬人 我說全球的華人 包括投給韓國瑜的552萬人 552萬票 好 大家一起搭了這個三年的政治雲霄飛車 很抱歉啦 我沒有寫在這個標題裡面 我是把這個 我用寒流拜拜那個來做 做大標題的 那在王淺秋的專訪裡面提到說 三年的政治雲霄 我覺得夠了 就美好的回憶就 留在大家心裡就好了 我也不願意看他出來再選 然後再又要被什麼 什麼王浩宇啦 陳柏惟啦 三立啦 民視啦 或者那些 所謂的清律那些名嘴 韓國瑜都不批公文 韓國瑜都睡到中午 或者像這個 網路的那些綠的那些粉磚 那種 羞辱式的這樣 我下午在T台 就跟大家講 我說選到說連韓冰都不是他生的 那難道是你生的嗎 你選到沒有人性啊 然後故意把謝正武跟謝祖武去弄混 然後你看韓粉都很沒水準 台視跟民視那兩個記者 那兩個女兒 站在那個煎餅店的門口 把韓粉騙進去 然後弄了一出吵架這樣子 你們穿窄裙 化妝化的漂漂亮亮 穿高跟鞋 拿著麥克風當記者 你們很可恥啊 我連去肉搜你們是誰 我都沒興趣啊 哪有人這樣當記者的 你明明知道那個老闆是 討厭韓國瑜的 你明明看到韓粉走過去 你還給他拐下去 這類似這樣的狀況太多了 我能力有限 我也得這個 這個追劇打電動什麼的 我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這麼多 零零種種 太多類似這樣子的 抹黑 甚至有醫生說 你怎麼親小孩子 你這樣很不衛生 扁扁都是baby 蔡英文抱來 沾就沒事 韓國瑜把他沾一下 你怎麼強行把小孩抱過來 小朋友的媽媽抱過來了 不是韓國瑜要去跟人抱 是媽媽說要你抱一下 包括政大那個陳芳敏啊 這個韓國瑜 你這樣怎樣怎樣 你是在中間喔 事實是什麼 陳芳敏你是大學教授 我不是啊 你所有這些對他誤解的 誤會的 連日本NHK過來做專題都說 韓國瑜被 連日本人做專題都這樣子 都發現到這個選舉 選到這個地步 是我們有什麼資格去參加民主峰會 所以我跟各位講三號都覺得 選到這樣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酸乾的 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韓本跟我一樣也累了 不要了 啊沒有 國民黨沒有人了 沒有人有群眾 那是國民黨的事情 啊選舉選不贏 選不贏怎麼辦呢 選不贏也不是韓國瑜害的 那當然要怪他嗎 他都已經傷痕累累到這地步了 他要出這個新書的發表會 當然是出版社的一個 一個marketing的這種行銷的活動 那人數多寡其實也不重要啦 他要宣布參選 那就是老人啊 各位聽眾朋友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今天韓國瑜是說 我要選台北或是我要選桃園 那就是穿雲件啊 大家來收聽啊 你說你不選了你要新書發表會 那我祝你圓滿成功 不然呢 不然呢 好那韓市長我剛講嘛 他的決定就是 我相信他有很多 也有很多人叫他在選啊什麼的 李立大大很多啦 那我 不要當助隊友 我也不是什麼狗頭軍是什麼的 我就默默的在旁邊祝福就好了 祝福韓市長所有的決定 我也希望消費韓國瑜的 像什麼焦糖哥哥啦 王浩宇那些人 你們給自己留點口德跟積點應德 你們都要選韓國瑜不選了 不要什麼人看到什麼人就是韓粉 看到什麼人就是什麼韓流不要了 再讓我遇到我絕對不客氣了 不能靠自己選嗎 你一直趁韓國瑜到底 再見 所以呢 不要停